大家好,我是主教座堂的教友Betris 今天很高興和大家分享在疫情下我和天主的關係 香港正經歷第五波疫情 我們無奈又要再次在家用視像的形式參與黎薩 不能夠回正堂和教友一起參與實體黎薩 感覺就好像缺少了教會團結共融的感覺 回想起在短短兩個月前 我們仍然能夠回正堂參與實體黎薩 就開始埋怨天主為何要在我們身上奪走正常的生活呢? 難得我們熬了半年的清零日子 為何不能夠等我們好像童話故事的結局一樣 Live happily ever after 繼續過正常的生活呢? 但是我提醒自己,天主是愛我們的 儘管事情發展不如我們的預期 天主的安排才是最恰當的 我會每天都提醒自己要用依賴天主 信靠天主的心去取代心中的焦慮和擔憂 將每一天都教託給天主 這個疫情令我記起耶穌教導我們的一句說話 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少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 就是對我做的 很多人的基本生活都受疫情所影響 失業手停口停 患病 失去致親等等 一方面令我很感恩天主對我的照顧 讓我和我的家人都可以很平安地度過這段時期 但是其實社會中都有一群弱小的人需要我們的關懷和愛護 提醒我要多為他們祈禱 希望他們可以儘快過平安和安穩的生活 同時也鼓勵我踏出多一步去用行動去幫助他們 這次疫情給我最大的反思是人類和生態環境的關係 畢竟這次疫情的起因都是因為人類忽視了生態平衡 天主創造了這個這麼美好的世界 交給人去管理 而我們就以為是這個世界的擁有者和控制者 任意破壞生態平衡 才會揚醒這次全球太流行的疫情 甚至是影響更深遠的氣候變化呢? 所以這次疫情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教訓 再次提醒我要盡管理員的身份 去好好愛惜和保護天主創造了這個這麼美麗的世界 除了日常生活中的環保習慣之外 我在疫情期間最大的突破就是去到郊外清理垃圾 平時行山的時候都會看到行山徑旁邊 放滿了各式各樣的垃圾 感覺就好像自己家裡後花園充滿了垃圾一樣 感覺都很難受 我想天主看到都會覺得很失望和難過 因為他所創造這麼美麗的景色慢慢地被我們人類摧毀 所以我希望可以盡自己的勉力成為天主的清道夫 去清理我們的後花園 讓大自然回復他原本美麗的面貌 教宗方正確透過原理受贊重通語 提醒大家 我們的家園正向我們立喊 因為我們肆意地濫用天主治癒他的資源 已經對他造成傷害 為了愛惜受造界 所有人可以按照他的文化、經驗、主動性的投入和才能 成為天主的工具 彼此沖繩合作 我相信這次疫情是天主給我們的Wake Up Call 再次提醒我們他所有的創造都是神聖的 整個世界和自然環境都是Holy Ground 所以我們應該尊重生態環境和珍惜萬事萬物 我今天的分享都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在疫情期間都可以找到一份平安 亦都能夠保持身心靈健康 還有希望可以很快和大家在聖堂再次見面 只要大家掰掰 掰掰 拜拜